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中国酒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个 您可能很感兴趣的话题 它有意思 叫什么呢 笨贼一箩筐 为什么叫笨贼呢 他这能力达不到那 他干这样的事 往往就产生出很多笑话 我记得美国有个片子 叫小鬼当家 那片子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都乐得不行了 一个小孩是主角 这说这跟笨贼有什么关系 有两个这个贼 要偷这个小孩家里 结果让这小孩给制的团团转 出了一对笑话 对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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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些贼都是他的能力不行 他达不到那高度 所以他想干这样大事干不了 所以出现很多错位的笑话 所以这笨贼里头都好多类型 当然刚才我说这叫自作聪明型的笨贼 就他自己干不了 但这认为一拍胸脯 没问题我能干 还有一类贼策划的很周密 他也不是没执行能力 可是真到动手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是干坏事 这个贼心里头也说 这是坏事 我回头可能遭报应 有的时候他这思路就不那么紧接 所以这我们说的第二类 脑袋短路型的钱 我举个例子 这个真实发生过 几个贼在一块撤划 抢银行 抢银行这不是门开开了 这银行的门上我们都写了什么 推一推进去了 把枪拿出来 不用 都给我靠枪 报脑袋把钱都拿出来 可这时候有一个雇员 激了一伸手按下扭 这就在柜台和贼之间 这个防盗卷帘门就下来了 这一下来 这贼慌了 这怎么办呢 跑吧 不得通过那门吗 大伙可注意 那门你进来的时候推 出去也推 这怎么推不开 完了 天罗地网 他跑不了 投降 警察都来了 抓住 你琢磨你进来的时候推 出去的时候一拉就开了 他还想着推 干对 对不该 说这人怎么这么笨 他要清醒的时候 不会这么笨 人家要积不择师 慌不择路 何况干的是坏事 所以这时候大脑容易短路 没啥精神高度紧张 所以咱们说 我们那观众朋友 咱平常咱可不能干坏事 你干坏事的时候 你多聪明的人 那时候智商都跟不上 因为你干的是坐监饭科 伤天害理的事 所以这个我们叫 脑子短路小的笨贼 还有一种笨贼 我管叫自作念想 怎么叫自作念想 运气不好 就是你这个做贼啊 你得挑挑对象 你得看看 这个人是什么人 你在下手 有一类贼呢 没选对对象 活该他倒霉 我说这个我没听说过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可是咱们中国的真事 这个事呢 发生在1941年 发生在谁身上呢 1941年6月5日 延夜银行天津总部 接到上海分行的紧急电报 电报中称 银行董事长张伯鞠 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的 培福里弄口 被人连车绑架 下落不明 这个被绑架的人呢 名字叫张伯鞠 我说张伯鞠 你可能不清楚 我介绍介绍 张伯鞠呢 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 说那三位是谁呢 张学良 满清的王爷 普通 人称童武爷 再有一位 是袁世凯的二公子 袁克文 为什么说这个叫民国四大公子 这四位 群情说话样样精通 诗词歌赋 无疑不小 什么 京剧啊 绘画啊 书法啊 都厉害 而且古玩鉴赏能力非常强 也就是说 个个呢 年轻才俊 风流潇洒 这才叫四大公子 那个四大公子 不是随便叫的 不光是家事好 有钱 你得文化上真通 起码得是个文艺青年 你得有作为 张伯鞠当年 不仅仅是我刚才说这个 字画鉴赏厉害 书法厉害 诗词厉害 同时呢 他还有别的能耐 喜欢京剧 而且对金融很有研究 在三十年代 他就去了上海 干嘛呢 做银行的一个经理 就他对金融很多 一九四一年的 上海沦陷为古岛 这个张伯鞠有一天 坐着自个儿汽车回家 刚到自己家的普通口 一下车 上了一帮人 把他围住了 马金头龙二被捆上 塞到车里 开走 他被绑架了 这张伯鞠这么有名 一被绑架了 整个上海滩轰动了 什么人敢的 有人就猜 他得罪过日本人 日本人干的 还有人说他搞收藏 说别的收藏家 想琢磨他东西 最后 这消息露出来 谁干的 汪伟政权的特务机构 哪个特务机构 咱们这个看过色戒这电影 那里边不是那个易先生吗 真实的原型呢 那个人叫丁墨孙 就是汪伟政权特务机构的头 我看他差不多了 县民队一定会来要人 他们没有说要死的活的 给他一个痛快 这个特务机构 设在上海基斯普尔德路76号 所以一提这76号 都知道汪伟的特务机构 这特务机构非常狠 绑架杀人 按什么事都干 说他们干嘛要绑张伯鞠 他有目的 因为张伯鞠啊 过去有句话叫漫长会道 手里有东西 什么东西 咱们刚才说张伯鞠 字画建设很厉害 张伯鞠这个人 一辈子最大爱好是收藏字画 他手里有好东西 张伯鞠假装有钱有势 然而从小被财富包围的他 却偏偏只对书画感兴趣 凭借多年对字画的研究与执着 经他手收藏的书画墨宝 便有118件之多 其中有李白的真迹 杜牧的字 范仲淹的手卷 他也因此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一层 张伯鞠呢是一直到1982年才故去 吉林省博物馆的馆长 后来又当故宫博物院的专员 自画建设委员会的这个委员 他手里的好东西非常多 你像中国第一幅卷轴的画 就现在留下来的卷轴的画 也是独立的山水画 叫游春图 是隋朝时候一个画家 战子前画的 这幅画就在张伯鞠手里 中国最早留下的书法作品 西晋时期有个大家叫陆基 他写了个帖子叫平复帖 在张伯鞠手里 我们都说平复帖什么意思 简单 平复就是你身体是不是康复 总共就九行八十四个字 陆基写 他是西晋时候人 咱都知道东晋 还有王羲之这些人 这个平复帖上头 是有点历书特征的草书 怎么叫草历 所以这是中国现在留下的 最早的书法作品 你琢磨琢磨 这得值多少钱 后来在五十年代 张伯鞠很爱国 把这个都捐给国民伯鞠 当时就是说 一下子我们就负得不得了 那么那个时候 这个西晋陆基写这平复帖 就在张伯鞠手里 张伯鞠是个这样的人 见着好东西不买的都不行 都受不了 他为什么受这个呢 他原先看到过好多作品 艺术品 被外国人买去 再回不来了 所以他是欧心力确的 解一做实的 甚至借钱 也要把这东西买下来 不让国宝流失到外头 所以这个时候西晋 陆基这个平复帖 落到张伯鞠手里 很多人都知道 这伙绑匪 就是吉斯福尔德76号 这些特工 绑他目的是什么 想从他手弄出平复帖 为啥日本人想要这平复帖 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你对什么感兴趣 平复帖 你们勤占中国土地 已经罪恶昭重 还要掠夺中国文化 真是无耻之极啊 别说我没有平复帖 就是有 也不会给你 所谓实时务者为俊杰 我相信先生一定会 省实夺势 做出慎重决定的 我意诀 你行吧 都出过多少价 没能来 想从张伯鞠手里买 有的商人提日本人说话 都没买下来 就这么着 他绑了张伯鞠 但是不能明提这个事 跟张伯鞠说什么 我们把你绑了 就是为财 你呀 得拿三百万 就当时的这个法币 拿三百万 我才放了你 其实这些绑匪 早就把张伯鞠调查个底条 知道他家没这些钱 张伯鞠有钱也都买字号 知道你准拿不出这钱来 你拿不出这钱怎么办 那你只能变卖字号 这不就有机会了吗 商人随头到你家谈去了 屏幕店卖给我吧 这不就得逞了吗 所以绑匪为了这个目的 绑张伯鞠 一些贼居然想要偷尸体 作为人质 一些绑匪居然哀求人质 放过他们 贼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聪明 他们有时自作聪明 有时自掘坟墓 有时还会大脑短路 那么笨贼们都做过哪些 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呢 老梁故事会将为您讲述 笨贼一螺筐 好 欢迎您回到中国酒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没想到他不知道张伯鞠是这么一个又臭又硬的主 文艺清廉嘛 吃碗不吃药 你想从我手弄这个门都没有 这个时候呢 绑匪就把这信呢 你得通知他家里人呢 张伯鞠的老婆叫潘素 他老婆一听急的都不行了 要三百万 哪有这钱呢 先借吧 东介西挪家里有点底一凑 才凑了一百万 不够 老容 这房产啊 要是七天内找不到买主的话 你就先把我的手势当了 我再和盐印银行谈谈 让他们帮忙忙 扫夫人听说张老板藏着贫富铁呢 我有个朋友远处大价钱收卖 等有了钱还抽赎不回人来 扫夫人 那贫富铁不就是古人留的一封信吗 是耗这个的当他值个钱 那要是不耗这个 你扔在马龙上还没人捡呢 用风救信换条人命 你哪找这便宜事去 说那就卖字画吧 潘素绝对不会干这事 为啥 张伯鞠跟他说过多少回 我纵使我粉身碎骨 我也不会动一点字画 这个咱们电视机前搞收藏的朋友一定有这个感觉 就是收东西往往就剩 跟那皮修似的 只进不出 进手就舍不得 张伯鞠就这么个人 我伯鞠有缘在先 就是死 也绝不能失去贫富铁 那你的意思呢 我不会违背他的意志的 就是我即使我粉身碎骨 也不能迈这些字画 所以他老婆潘素知道这事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张伯鞠在绑匪手里呢 张伯鞠一抹脸我绝食了 我死 你不想在我身上弄东西弄钱吗 我死 我不让你得逞 大老爷 吃饭了 干什么你 我看着这饭菜恶心 哼 我可再不给你送饭了 正好 我还不吃了 不吃 不让我见我夫人 我一直都不吃 你要绝食 不错 去告诉你主子 从现在起 不要再往我这送食物了 绑匪一看 这么一见这么横人之 命都不要了 可哪敢让他死 他死了你不什么都弄不了了 有人说那 逼着他吃东西 不行就打他 让他救饭 张伯鞠那身子骨弱的狠 这绑匪就担心一动刑 张伯鞠就死了 那不跟完了吗 还不敢动他 他绝食 我说这位爷 您吃点吧 您别死了 还得求他 张伯鞠 想我吃东西也行 我得跟我老婆见一面 你看 提这要求 旁边一看 答应他吧 你碰着这么个主 连命都不要了 就去请派出去 好 走 不急 不许出事 这潘素 见到自个儿老公了 这时候张伯鞠就跟他说 家里东西一件不能卖 我死你也不能卖 这人这一看 这人这脾气又臭又硬 他这潘素回家了 回家了也消停了 他说他既然这样好办了 我也不筹钱了 我也不借了 我不管他还说啥说啥 待着去 结果这事说明了以后 这张伯鞠也不绝食了 我吃 吃吧吃吃吧 帮我一看乐坏了 你不死最好 赶紧给买吃 那您吃什么 回春楼的蒸羊糕 一品楼的烧花鸭 烧出鸡烧花鸭烧紫鸡 酱鸡辣椒 松人小肚亮相 他这开上菜单子了 反正是上海滩 有名的这些 吃喝要 而且这酒 我得要三十年的陈少 飞花雕鸡女儿红 别的我不喝 这菜 包括这盘子 一定得是香银的盘子 香银的筷子 要我不吃 帮我一看没见是这样的 伺候吧 你不死就行 还指你发财呢 把那瓶铺店弄出来呢 都按他要求买来 先生 你几次去他家 都是无功而返 看来 你确实无能 谢谢 不是吓得无能 是那女人 太顽固了 自死之后 张木居不着急了 每天这菜也来了 酒也来了 四楼一口酒 叭大一口 在风卷才云 吃个渡园 你看把王妃给气的 一律按他要求 满足吧 这还不算 张木居在这待着呢 我这早上得读书看报 不买报纸拿回来 上午还好吧 下午麻烦了 每天下午 张木居固定有一段 时间要练字画画 去 给我弄毛笔 笔墨纸验 我看你要宣纸 要安徽的设验 狼好笔都我要最好的 弄回纸了 这什么破纸 我要桑和宣纸 你看这纸能使吗 跟柴虎似的 我哪给你弄桑和宣纸 你到二马路48号 那有个老板姓王是安徽人 你到那提我 注意他到二楼阁楼拿那个桑和宣纸 颜色发黄那是好的 他拿别的糊弄你 你别答应他 你得会认 绑匪说 那我怎么认 来来来 你过来看 这个宣纸 声宣首选 首选的特点 他给人讲上来 这绑匪听一会 我学这干嘛 我认 说你不这样 绝识了 死去 不敢 他死到哪弄钱去 就这么的天天 哪也是得伺候这张木居 一点不敢武力 他的意思 这张木居一晃 暂时待多长时间 待了八个月 在绑匪关押人质的地点 这八个月 这些绑匪可受够了 他们都求他 大爷呀 我们不想要三百万 但你多少得给点 你这些天 你吃喝这些东西 你不能让我们陪着我 哀求张木居 不行 不行 你这待得挺好 我家里没这事伺候我 而且我在这多舒服 不用上班 吃喝都有 那些烦心事找不着我 再待着 再待着 把这些绑匪弄得 哭笑不得 最后没办法 当然咱这是笑归笑 他老婆也着急 你跟自己丈夫离开那么长时间 外边也拖人 也找到认识这个汪伟特务机构的 最后说和到什么程度呢 给了四十万发票 就把张木居赎回来 当初要三百万 给四十万 而且人家不是奔着钱来的 想奔着平户厅 最后也没弄着 这钱还挺少 太太平平张木居就回来了 这就我们说这伙贼自作念 他挑对象挑的不对 你哪能挑这么个又臭又硬的呢 张木居特点当人治都不讲职业道德 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把这些绑匪给治的 那你不敢投鼠机器 你把他弄死怎么办 所以我们说这也是等于老天爷呢 惩罚这些奔贼 没有挑好这个作案对象 所以你看咱们今儿说这些奔贼呢 各样事都有 当然这个奔贼呢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快乐的事情 像刚才我说这些事 那么在艺术作品里头呢 对奔贼的反应啊 还有一些特滑稽 咱们这个上一集一开篇 我说这个传统相声里 刘老四沾麻子那事 沾芝麻子那事 传统相声里还有一段关于笨贼 比这可乐 最后我给大伙说说 有这么贼呢 偷东西 就偷的一个平民百姓的家 半夜三更进去了 发了那撂掉 拨门呢 你爱怎么拨怎么拨 反正没东西 你进来你瞧吧 上面没有 背我都在身上呢 你偷不着什么 你走的时候 我再叫你 那干嘛 我叫你把门沟关好了再走 让贼给你关门 让贼给你关门 我再终于到后 我躺着看上去 我瞧着他 一会把门拿拨开了 一点一点往进走 进来了 进来他就摸 摸摸摸在桌上有把茶壶 拿起来了 又给搁下来 怎么不要这个 没半了 破茶壶 卖不出钱来了 他往桌底下摸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啊 在缸里搁着呢 是啊 我想这坏了吧 他就摸这缸 往缸里摸 摸着这米了 摸着这米 他拿不了走 对了 在缸里搁着 那么大缸 你怎么扛走啊 是 那贼呀 站在那会儿了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怎么拿 谁是有办法 他想了半天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铺子地下来了 我明白这意思了 什么意思 他是想把米 倒在棉袍里 一兜不就走了吗 都走 我说这怎么办 他把棉袍扑那会儿 转缸去了 我再看上一伸手 要把他棉袍 给提了起来了 在我身上 我瞧着他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 把米就往地上倒 到那了 缸搁在旁边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这摸 摸什么的 摸他那棉袍呢 摸了半天没有啊 他站那直翻 贼一纳闷 他出事了 出事了 我女人醒了 叫我 当家当家 行行行行 屋里见人有贼了 有贼了有贼了 他旁边 他丈夫明白咋个事 那棉袍就在他被窝里了 他哪有贼 猫叫 睡觉 睡觉 他女人说 不对不对 我听说是人事 有贼有贼 你快点起来 他这话还没说完呢 那边那贼说话 是有贼了 没贼 我棉袍哪儿去了 你看 这是传统相声当中 非常有名的 关于笨贼一箱筐的故事 张国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活跃在荧幕上 他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能让观众记忆留心 那么在张国立众多的荧幕形象当中 他自己最喜欢演绎哪一类角色呢 他从皇帝演到普通小人物 这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张国立的那些荧幕形象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会粉酒冠名赞助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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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